请问是许墨轩 许先生吗 对 我是蒋大为 听说你受伤了 特别过来看看你 您请坐 许先生真是一表人才啊 这浑身散发出这种年轻人的艺术气息 过奖 你这个手伤得要紧吗 能不能完全恢复啊 应该没问题 如果我加紧锻炼的话 唯一担心的就是 影响我的画画 那也就是说如果以后好的画 不一定能画得出比以前更好的画 可能吧 真是可惜啊 许先生 我也认识一些这个 书画界的朋友啊 对他们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呢 就是能够在 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开上自己的巡回画展 让自己的作品呢 能够成为各大艺术中心的收藏品 我不知道 那许珍有没有如此的梦想啊 我当然有 但是我现在想得比较现实一些 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能够维持生计 然后尽快恢复我的手 不不不不 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 我可以先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帮你举办你个人画展 然后出版画册 我再经过媒体的炒作包装 这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帮你打造成一名知名的画家 怎么样 要记得 你现在伤害没有完全好 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知道了师父 你怎么变唐松了 老里老道的 等等 我又想给你戴上 不行 至少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你姐跟蒋大卫已经分手了 总之呢 今天你不答应我就 赖在你家里不走 你以前一天还差点成为别人的辛劳呢 有你这么厚脸皮的吗 在感情路上 脸皮太薄会死得很惨的 总之 今天我必须要当你一个答复 要不然我真的赖在这里 我不回去了 真拿你没办法 我看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决定权呢 交给老天爷 现在呢是个大晴天 也看不出来明天是什么天气 如果明天也是晴天的话 你就再等等 如果明天下雨了 就说明老天爷也支持 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就接受他 怎么样 好 那就一切交给老天爷决定 拜拜 拜拜 好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不能再画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帮助你 实现你的梦想 让你成名 这样你以前的作品呢 也会水涨船高 而且会越来越贵 那另外呢 我会在北京帮你开一家画廊 你可以一边经营画廊 一边来做福建 即便你的手不能完全回复 但是你的后半辈子 你不用愁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 很简单 就因为你救了我的未婚妻 所以我特别来跟你表示谢意 顺便呢 我也想让安静有一颗 亲近的心 是安静一让你来的 那男人之间的事 他不用知道 许轩 不要用心理负担 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 你不接受 对 为什么 无功不说路 好 既然许轩有所顾忌的话 那我就实话实说 好了 你现在只有接受我的安排 安静他才能够 无牵无牵地嫁给我 否则的话 他会对你有一辈子的愧疚 您让我离开安静对吗 你是聪明人 但是我的爱情不讲条件 安静呢 难道你就心安理的 让他对你愧疚一辈子 我想我能给他力所能及的幸福 许轩 你有没有想过 你出了画画 也就并不收藏 对 正如是你的手好了之后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去养活他们 那万一找不到呢 万一找不到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重担 压在安静的身上 让他出去工作 然后你心安理的躲在家里 吃你的软饭 我知道这谁听的心里都不舒服 但我说的是事实 我只是要你看清楚 你所为的力所能及的幸福 那是多空洞 多可笑 好 我再告诉你 安静他如果一旦选择了你 他的未来将是一个泥潭 甚至是一个深渊 家财万贯 是您指的唯一的幸福吗 那你指的幸福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得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抛弃他跟肚子里的孩子 然后去追寻 你所谓的理想跟自由 失忆的时候 你又跑回来 拖着他跟孩子 然后掉进痛苦的深渊里 也在所不惜 你这不是给他幸福啊 你这是枷锁 是道德绑架 现在只要你点头 他马上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你凭什么要他放弃 唾手可及的荣华富贵 凭什么在你自己 穷途莫度的时候 你要这个可怜的女人 陪着你吃钢燕菜 你没有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 凭什么在你最失忆的时候 你才厚着脸皮跟我说你爱他 你这叫爱吗 这不是 你这个叫做自私 残忍 可恨 你混蛋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你说得对 我说错了吗 你 rot了 滚阿雈 下雨了 安妮 下雨了 哒哒 下来啊 来啊 别闹了 老人家睡觉了 快 别碌了 快翻门 快 快翻门 快 我疯了 没事 反正我没洗澡 刚好呢 回家不用洗 来 给你擦一下 来 擦擦 你干吗啊 你哪儿弄打的水车啊 怎么样 聪明吧 那总之呢 今天下雨了 你呢 就不能再耍赖了 这明明是人工降雨 是你说的 只要今天晚上能下雨 你就接受我的定情信物 你也没有说 到底是天然雨还是人工雨 你耍赖 是啊 我耍赖啊 怎么样 摇啊 摇啊 好了 你咬过我了 就要对我负责任 总之呢 从现在开始 你就别想甩开我了 我以为你能够下来 你也要不让我再来 你还要不让我 等我去你房间干嘛 慢点啊 不准偷看 不看 坐下 可以睁眼了吗 可以了 你跟杨佳结婚的那天 我在墙上写下这些名字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展示给你看 因为这每一个名字 都是我实实在在地透 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 就像是一个个漂亮的音符 在我心头划过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习惯了明天有你的名字陪我入睡了 由现在开始 这名字的本尊就会天天陪你入睡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失去不起 天明啊 谢谢你啊 这一路走来 不管多你的艰辛 你是终都没有放开我 我现在才明白 爱一个人 就是要永远跟他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开 对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来 莫萱 你看看我今天做了什么 是你最爱喝的排骨汤 你总是笑话我 说我手艺啊没你好 可我现在不一样了 你尝尝 今天的手艺啊一定比你强 你以后不用再来找我了 安静 来 莫萱 你说什么 回到蒋大为身边吧 你什么意思 他是真心想娶你的 这样对你安逸 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 莫萱 你到底在说什么 是不是蒋大为他找你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吗 没有 我倒是想跟你说点什么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个 愿意给我投资的法国画廊 记得吗 我记得 你说过 是因为我拒绝了他吗 我忘了告诉你 那个画廊的老板 是一个单身的法国女人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她叫卡特琳娜 虽然我当时拒绝了他 虽然我当时拒绝了他 但是他 一直没有忘记我 虽然我现在也不能画画了 但是他告诉我 我以前的作品 他依然看好 我现在变成这样 他也没有嫌弃我 他说要到中国来找我 然后带我回法国 接受最好的治疗 然后在巴黎 给我开花展 所以 我想我得离开了 吴萱 你骗我是不是 你这肯定是骗我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骗你 我为什么要骗你 我跟原来一样没有变 还是那么自私 冷漠 所以你走吧 我不想让卡特琳娜看见你 这样你和蒋大为 我和她 这样的结果 对你我和安逸 都好 我真没想到你 你别说了 我希望安静地过得好 我答应你 我离开她 成全你 不过我的未来 由我来做的 不需要你的资格 谢谢你 走吧 我姐这回啊 总算想通了 这下她跟安逸还有莫轩 终于可以一家团员了 你说如果你姐 真的嫁给那个老混蛋 我们怎么称呼她 那我们就只能 一辈子做朋友喽 姐 我姐肯定跟莫轩出事了 我去看看她啊 好 姐 姐 姐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跟莫轩吵架了 少年 姐 你别难过啊 有什么事跟我说 我没听错吧 安静愿意放下一切 跟你过一辈子 你说你要放弃 蒋大卫说得对 如果我爱她 就应该给她幸福 幸福是什么 有钱就是幸福 这事你先别告诉安静 我不想打扰她 等我病好了我会出院 然后换一个城市生活 对不起莫轩 我帮不了你这个忙 你凭什么认为 安静跟着蒋大卫 就会比跟着你幸福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配不上她 许莫轩我告诉你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自以为是的 去替对方选择 而是尊重对方的选择 我跟安宁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错误 也因为这样 差点失去了对方 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你 犯下一样的错误 它是尊重对方 你告诉你 到你了 发什么袋 又怎么了 又跟安宁吵架了 是这样的 昨天安宁跟我说了 关于安静的事 我刚才在想 原来金钱真的是万能的 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以为 经过那件事之后 安静可能会跟许墨轩 重新在一起 但我真的没想到 墨轩还是经不起 金钱的诱惑 就这样放弃 不是我打败了他 是现实打败了他 如果一个男人 他弯了腰 他不能怪风大 他只能怪他自个人 腰杆不够硬 那您明知道 他们两个相爱 为什么还拆散他们 如果真的相爱 他能被拆散吗 那就表示 他们爱得不够坚定 我只是个催化剂而已 那看来蒋总 真的很爱安静 这爱他 他就是一种感觉 是吧 当那个多巴胺上来的时候 他会让你飘飘然 不管您的年纪有多大 你都会有种感觉 他温柔优雅 净腿有肚 尤其这一次 他跟许莫轩的事情 让我看到他 有情有义的一面 所以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我很舒服 我决定娶他 不是你们年轻人可以谈恋爱 我老人家也可以谈恋爱 对吧 来 到你 姐 这下你知道莫轩的心意了吧 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 好好珍惜啊 小宁啊 真的太谢谢你能告诉我真相了 你说 我怎么就没想到 莫轩这么做是为了我呢 你别怪自己了 你真是一招被蛇养 十年怕紧生 不过现在的莫轩 真的不是以前的莫轩了 他已经学会了责任跟担当 你们如果能够破镜重圆啊 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这就准备去见安逸 带着他一起去见莫轩 我相信 他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一定会放下一切顾虑 跟着我 一起勇敢地面对未来 到时候啊 你就告诉安逸真相 你们才是他的爸爸妈妈 而我跟天明呢 是他的二姨二姨佛 让安逸别再喊你大姨了 也别喊莫轩叔叔了 让他改口 叫你们爸爸妈妈 小宁 谢谢 等我还客气啊 是 慢点啊 来 妈妈拿着 妈 妈 宝贝 你怎么又忘了 安逸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她是你的二姨 我才是你的妈妈 以后啊 要叫我妈妈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我以后叫你妈妈 叫阿姨 你妈妈 你们都是我的妈妈 好不好 宝贝真乖 嗯 那等一下啊 见到莫轩叔叔 可不能再喊他叔叔了 要叫他爸爸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可是见了我以前的爸爸 我不想叫他医护 我想叫他名爸爸 可以吗 嗯 可以 你喜欢怎么叫 就怎么叫 嗯 嗯 妈妈 那我们快点一起去看爸爸吧 好 走吧 安逸 记得刚才妈妈说的话了吗 放心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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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护士小姐 这床的病呢 哦 她一大早就办出院手续走了 出院 可她的伤还没好啊 主治医生也劝过她 可她坚持要走 我们也没有办法 回到贾纳维身边吧 你什么意思 她是真心想娶你的 这样对你安逸 以后的生活 更有保障 我想我得离开了 妈妈 你怎么 我爸爸 你 怎么办 安静 阿姨 阿姨 给你看样东西 嫁给我吧 你 你这什么意思 你明明知道我 我现在心情糟透了 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 向我求婚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但真的 我是真心想娶你 你知道吗 我现在手上还没有好久 一个人离开了你 她关掉了手机 退掉了房子 我现在我哪儿都找不着她 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别急 别急 别冲动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好吗 好 不要急 不要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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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也不能排泄 好吗 屋里还戴墨镜 你该不是会担心 被张立元发现吗 阿姐了 你何必每次一见我的面 就挖苦讽刺我呢 你不觉得 其实我们是同病相连吗 同病相连 你和我 我已经和蒋代伟分手了 分得好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了 这次我约你出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正如你跟蒋大伟 他不是你的归宿一样 张立元也不是我的归宿 他已经忘了 当时对我的承诺了 你知道吗 他可不仅仅是让我陪他十年 他是想把我拴在他身边 待一辈子 我怎么可能呢 我心甘情愿地 我在他身上耗一辈子的时间 所以 我必须尽快地离开他 而且在离开他之前 我还必须狠狠地捞上一笔 你认为我来 就是为了谈你对未来的打算 不过你的未来 跟我没什么关系 别这么绝情 阿静 也许我们之间 可以不谈过去 也可以不谈感情 这次 我们只谈合作 对不起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合作的 我有办法找到许莫轩啊 我还没说 这次 你怎么会找到一个 都不谈到一个 是 我 你怎么能不能够 我 你怎么会想要 我 我 你怎么会想要 你怎么会想要 你自己想要 你自己想要 而我这头呢 也可以尽早地摆脱张立元 你说是不是 坐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眼下啊 永新跟盛世两家公司要竞标 红旗机械厂那块地 永新这边呢 张立元已经把竞标的方案 和异想全全地交给我了 盛世那边 我就不知道 蒋大伟是怎么安排的 关键是 如果我也能得到 盛世那边的竞标方案 尤其是竞标叠价 那我们就可以从中余力了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从蒋大伟那里 得到竞标方案 没错 蒋大伟有个习惯 他是随身带着手机办公 现在呢 他不是有千方百计的 红利开心吗 所以 你应该很容易找到机会 机会倒是有 不过 他的手机压了命 这都不是问题 安乐不是研究 黑客技术的高手吗 不过安乐还在看守所里啊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啊 安乐的案子呢 很快就要结案了 我问过我的律师 乐乐的犯罪行为 都发生在未成年之前 而且她又有自首 和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 所以检察机关 很有可能免于起诉 公司 你真的是有备而来啊 消息可真领通 昨天晚上 我妈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再过几天 乐乐就可以出来了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吧 说个手吗 我 喂 阿姨 姐 天明呢 天明去开董事会了 他说啊 今天让咱们姐妹好好拒绝 他就不打扰了 安宁啊 以前你让阿姨却乐乐自首 阿姨还把你骂得狗血噴头的 现在一想 挺惭愧的 阿姨给你道歉 你原谅我 特别是原谅我说那些难听的话 阿姨 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 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开开心心地接乐乐回家 让他去家吧 乐乐 乐乐 好了 好了啊 看守所是我这一辈子 都不想再进去的地方 为了这个 我以后再也不犯了迷糊 好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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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啊 站好啊 咱们还跟小时候一样 我喊一二三 你们就喊茄子 好 一二三 茄子 好 快快 拍一下 拍手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三姐妹还是第一次照相呢 你看你笑的多小 哎呀 太丑了 妈妈 我给你们也照一张 妈 来照一张吧 照照 跟你爸爸离婚 那么多年了 这 照项素怎么回事啊 对 你妈说得对 这 这个是你们三姐妹的数 我跟你妈照着 怎么回事这去 那这样吧 就算你们离婚了 可你们还是我爸妈 我们一家三口 照一张总可以吧 爸 乐乐说得有道理 你就跟爸阿姨照一张吗 是 妈 照不照 真的不照 是啊 我就跟妈照一张吧 妈照一张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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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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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笑识啊 快 来 看这样啊 站近一点 一 二 三 茄子 带来一张 带来一张 开心一点 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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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一 二 三 茄子 今天这么多菜啊 对 林叔叔手艺一定很棒 来啊 鱼来了 还有个鱼呢 小气 小气 快来 来 咱们为乐乐的心声 干一杯 来 上杯 上杯 上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这么多年了 我们还是第一次吃团圆饭的 快 吃菜 吃菜 快 尝尝尝这手艺怎么样 来来来 来 来 林叔叔 您吃菜 你 您看 这么长时间了 这乐乐还是第一次 叫我林叔叔啊 我这心里边 好 我这吃菜 吃菜 吃菜 你先试 我不懂事 林叔叔 我敬你一杯 好好好 来来来 哎呀 乐乐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都这么大人了 总不可能继续混日子吧 接下来我准备把心思 放在创业上 哎 这好 这好 那个 我觉着啊 没事也多看看电视 然后看看上面那个 招聘启事 找份安稳的工作 我不想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当一个普通工信阶层 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数码工作室 开发手机网络游戏 哎 这样想法好啊 嗯 手机网络游戏的前景 特别的可观 不过 你想自主开发 这个启动资金哪来啊 乐乐 你看 我跟你妈呀 都是老脑筋 这跟不上时代 这几年做生意呢 也是 只赔不赚 除了留下一点这个养老的钱 实在是没钱 给你投资做这个工作室了 我这也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哎呦 我又没有想让你们出 大姐答应过我的 说要给我开一个工作室 哎 乐乐 不是大姐不想帮你 可是 我已经和蒋大伟分手了 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哎 乐乐 我看好你在电脑方面的天分 也相信 你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的 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室呢 一开始也不用投太多 要不这样 我那儿啊 还有我妈当年留给我的筛星款 一共十五万 我做你股东怎么样 我把这笔钱 投给你做启动资金 十五万 足够了 二姐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我不仅要做你的股东啊 我还要做你的顾问 还有策划 这样有人跟人帮你 还能稳妥一点 大姐 二姐 不如咱们三个一起干嘛 你们快帮我想想 这个工作室叫什么名字 不如就叫 乐乐数码工作室吧 嗯 这不是 不好听 太幼稚了 换一个 太嫌幼稚了 要不这么着吧 既然你已经告别了过去的生活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不如就叫做 新生数码工作室怎么样 新生数码工作室 这个好 我喜欢这个 好 就这么定了 咱们为这个新生数码工作室 再干一杯 来 干杯 您是不是买一个 搭着搭着 来 您给您买一个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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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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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数码工作室啊 来 慢一点啊 来 来 小心点 慢点 慢点 小心点啊 注意安全 小心点啊 好 说起来了啦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个努力了 放心吧 我不会辜负大家的 更不会辜负你这个大股东 有点的分钱吧 对了 市里不能放鞭炮 我们就用踩气球带去吧 好啊 好 去拿 好 好 踩气球了 好 这一家 我们好 来 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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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帮不上你 这是一点心力 别嫌少了 谢谢大姐 走 快出去 跟他们玩吧